我就怪着喝酸奶 我最爱喝了 你知道吗 平时啊 我一喝牛奶 我胃就疼 所以啊 我只能喝酸奶 你看这是谁啊 走 咱们过去聊聊 两位女侠 好优先哪 你们好 你们在电台的发言我听了 真是太棒了 变态的老师 变态的制度 当然了 还有变态的学生 这一切啊 组成了变态的槟城中学 再变态也没你现在 这不得定变态 别急嘛 我是在夸你们呢 对了 还有你们那支变态的球队 回头告诉他们 我们啊 是心理医生队 专门修理变态队 套医 短容说话啊 是有些难听 不过像你们这样 说自己的学校 你太过分了 俗话说啊 家丑不可歪扬 可你们倒好 还在电台里广播 我呀可真不明白 段容 等我一会儿 小锦 我也觉得你们的话 重了一些 还不是汪洋 那天啊也不知他是怎么了 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没谱 是不是赵老师老请他家长 他因此受了什么刺激啊 我看向 听说他爸的脾气就不好 动不动就揍他 你怎么不阻止他呢 那可是现场直播呀 喂 你好 妈呀 我今天去应聘了 我觉得外企的工作 好像不太适合我 还是当老师比较轻松一点 什么时候啊 明天 好的 那就 好 那就先这样吧 好 再见 好 北几天就开学了 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学校来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